信息量超大 广东重磅规划发布 多数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深管 深会探索共建九年一贯市学校 信息量超大 近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涉及到广东省各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信息量非常大 对于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而言 即使是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 在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 居住证与身份证打通成为规划的另一个亮点 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城镇义务教育 住房保障等服务范围 并提高服务标准 逐步实现居住证持有者 城中村居民在公共服务上 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逐步实现身份证承载居住证功能 在都市圈方面 规划提出将培育壮大广州 深圳 珠江口西岸 汕潮街 占茂五大现代化都市圈 记者书里发现 跨线 跨区域合作成为主要看点 此外 加快光明科学城 松珊湖科学城联动发展 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深圳都市圈2022年前 你开工建设城际铁路共10个项目包括 深惠城际前海保税区至平地段 深惠城际平地至仲凯西段 深惠城际仲凯西至汇城南段 深惠城际大鹏之县 深大城际至平山段 岁管山城际深圳机场至前海段 岁管山城际前海至黄广口岸段 杭夏至龙广城际 长平至龙华城际 广汇城际小亲口至汇州北段 总建设里程约351公里 总投资约1872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